接下来关注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共权斗的动态是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日前在北京市永定河畔 集体重数亮相 而其他所有在北京的十名政治局委员 也都参加了此次活动 人在北京的薄熙来单单缺席 因此媒体推测 薄在上个月突然被免职以来 许多媒体报道他已经遭到软禁 并非空穴来风 再来看看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 太平洋岛国帕劳的警方日前射杀中国渔民的事件 目前还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 帕劳方面说 中国渔船闯入帕劳专属经济区非法捕鱼 因为渔民拒绝停船 警员才向渔船的引擎开枪 不料子弹反弹时击中渔民造成死亡 据了解 现在仍有25名中国渔民被扣查 事发至今 中共当局没有对此事提出任何说法 因此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 今天多家报纸报道了许多民众在清明节 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故居吊咽的消息 媒体问到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 对于当局要平反六四的传言有何看法 王艳南说 当局要平反不太可能 因为这涉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不过他认为六四总有一天需要平反 此外 中共官方媒体还在前天罕见的发文悼念胡耀邦 发表了民众在其目前瞻仰的照片 当局的松绑势头引发民众的猜想 好 感谢观看